在古代中国那些涉及军事战争的文学作品中 往往少不了军阵对垒的大肆渲染 经过不断演绎与生化 诸葛亮成为中国民间大众心目中智慧的华身 他的军事指挥才能被描写得几乎登峰造极 诸葛亮自孔宁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丞相 著名的政治家 在文艺作品的描绘中 他所擅长的八镇图神乎其身 运用起来能让敌军晕头转向 无所失从 在他之前早就有孙子有八镇 孙子的孙子孙殿也有八镇 诸葛亮之所以要创自己的八镇 是因敌所创 他以前作战是对东吴 东吴的作战地形 主要的是江河和水往稻田地 他的兵种是水兵和步兵 而后来改为对曹卫作战 曹卫的作战地形是山地和平原 他的主要兵种是骑兵和步兵 这种作战地形和兵种的变化 就迫使诸葛亮要改变以前的战斗队形 这样就创造了八卦镇 诸葛亮八镇图的适应性很强 在不同的地形都可以因地制宜的部署 他注重相互的协调与配合 镇中任何一个小的方镇受到攻击 都可以得到其他小方镇的侧应 同时无论是对敌实施迂悔 还是正面牵制正面突破 八镇图的战术都是十分有效的 这个八卦镇的命名是天 地 风 云 鸟 兽 龙 虎 这八镇是完全为了变于指挥而命名的 就像于我们现代的地己师地己团 它在作战功能上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三国演义中 曹魏主将司马仪被困在诸葛亮布下的八镇图壁 他不仅损兵折将 甚至连自己也险些被擒 在小说中 抵挡住了吴军的 在这个三国演义里就曾经讲过 这个当时吴国统帅 吴军的统帅陆续 率整着军队到了完全有土石堆成的八卦镇里面顿时 既然这样的石头镇能困住一只 与民间老百姓之中的一种演绎 真正八卦镇 他这些神秘化的东西 跟古代战争的胜负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六花镇呢 是由唐代名将李静所创 之所以叫六花镇呢 就是因为它的形状像六朵花一样 这个六花镇呢 在形状上呢 就相当于六边形 就目前科学发现呢 这个风潮啊 就是六边形 它的特点呢 就是稳定 节省材料 李静所创造的这种作战单位 它在作战中非常的灵活 可以相互的变形 在战斗中 六边形的防御体系 非常稳固 而一魂北平突厥 三次重大战役 进展神速 在中国军之史上创造了用兵神话 令世人沉默 让后人叫绝 历史上 讲他和秦朝的白起 汉朝的韩信 宋朝的岳飞并列 是我国古代历史上 料料可数的 长盛将军和优秀统传 武备志 是明代末期浙江无心人 毛元仪所著 书中分门别类地 记载了我国古代军事的 整体情况 有趣的是 书中还配备了 大量的军阵图仆 从而使军阵的阵形与要领 神秘与真伪 都让人一目了然 这个书呢 它有几个特点 一个就是大 大呢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它 它这个书呢 有两百四十多卷 它这个 有两百多万字 后来课程以后呢 装用了有八百册 再一个呢 它是搜罗的这个 资料比较全 在毛元仪在写这个书的时候呢 它采用了有两千多种 连着分门别类 编辑成了这么一部 从古代来讲 就到现在 在冰学来讲 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百科全数 腐败无能的北宋王朝 在金国军队面前 屡遭重创 公元一一二七年 金国大将悟树 掳走徽宗和亲宗二帝 北宋灭亡 当时悟树和他率领的金军 纵横中原 驰骋将怀 让风雨飘摇中的南宋小朝廷 岌岌可危 此时 岳飞身先士族 率先锤发 带出了一支军纪严明 不身 分排都以环锁相连 在此之前 金武术在关键时刻 动用铁甲镇 总能取胜 1140年7月 在衍城大决战中 这个铁甲镇亮相了 成竹在胸的岳飞 等的正是铁甲镇 在此之前 岳飞已经针对性地 训练出一支 任务特殊的兵种 拐子队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拐子队终于大显神威 这个拐子队 是岳飞专门用于对付金军 铁甲兵的这么一个特殊兵种 而是这个兵种的人 都是身体强壮 行动灵活 岳飞的战法 就是以攻对攻 绝不退缩 他所挑选的这些队员 都是手踢大幅 踢刀 另外一个重要的兵器 就是麻眨刀 这个麻眨刀 就是刀的前部带钩的这一种兵器 这种兵器 专门用于勾杀金军的马腿 这个拐子队作战 始终走下三路 是上砍人 下砍马 是告的金军 人养马翻 乱作一团 各地绝望 在衍城之战后的六十多年间 南宋与金一直在和谈与征战中对峙 而此时 北方草原上一直纵横驰骋的力量已经崛起 并在此后的百余年间 南征北战 东逃西杀 极大的改变了当时的世界政治地理格局 这就是成吉思汗及他的一批继任者们所率领的蒙古军 蒙古军作战十分朴悍 其攻守转换的能力也极其快速 在进攻过程中 成吉思汗所率领的蒙古军 常用一种叫榆林镇的进攻阵法 榆林镇因阵法的层次形似榆而得名 榆林镇的最前方往往是先锋阵 然后是兵力更多力量更强的第二第三梯队 先锋阵是用较少的兵力首先对敌方队形进行袭扰 如果说敌方战斗队形还没有混乱 第二层第三层部队的冲击会随即展开 而一旦冲击奏效 敌方的军阵出现了混乱 那么蒙古军的全部力量就会冲向敌方 将敌方全部歼灭 如果在第一次洗澡性攻击 甚至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仍然没有奏效的情况之下 他会采取退却的方法来引诱对方 遣除攻击 在对方遣除攻击的过程中 一旦发现对方出现弱点 那么他会马上反扑 是什么样的阵法 让吕灭不止的倭寇闻风丧胆呢 奇迹光使用了怎样的奇怪兵器呢 火器的出现如何改变了古代军阵的结构 现代化战争中还会有军阵的战法吗 到了一个世纪后的明朝 北方逐渐平静了下来 然而谁也想不到 一直以来都十分平静的东南沿海 出现了很难剿灭的窝患 当时一些日本武士 浪人和商人组成海盗集团 他们经常到中国的沿海烧杀奸淫 无恶不作 而此时的明朝政治腐败 边防松弛 窝患于是更加严重 东南沿海的人民生活在苦难与恐怖之中 就在此时 明朝的军事舞台上 出现了奇迹光和他训练出的七家军 在战争初期 明朝给奇迹光配备的军队战斗力很差 不光士气低落而且劣袭众多 奇迹光重新组建了一支精兵 他在浙江义乌等地 先后招募了两万多名 纯真质朴 吃苦耐劳的旷工和农民 边面一支新军 奇迹光对军队的训练十分严格 故而新军的素质提高很快 为了适应沿海地区的作战 同时针对倭寇的战法 奇迹光发明了一种 集体互助的战术战法 鸳鸯镇 江浙一带是水网稻田地 它并不向北方有广阔的平原 适合于大兵团作战 在南方只能采取 由人数较小的这种战斗队形 它比较灵活 这样鸳鸯镇就应运而生了 鸳鸯镇是由十二人组成的 这么一种小的战斗队形 它就像我们现在的一个班的 这么一个战斗队形 鸳鸯镇的产生 是在火器占主导地位 而兵器在战场上 同时又取得重要作用的前提下 发展起来的 这种战斗队形 它有两个优点 一是便于发扬火器的优势 二呢 能够减少自己的伤亡 这是与倭寇短距离搏斗的 著名战法 鸳鸯镇的特点是 长短兵器的结合 冷兵器与火器的结合 它以十二人为一队 居前一人为队长 次二人持动牌 第三列二人持狼险 第四列四人持长枪 第五列二人持短兵器 末一人为火兵 狼险这种兵器 是以大毛竹的上节 和连旁的复制为主体 毛竹长一仗五六 前端帮有利刃 而所谓火兵 是在战斗中 专时发射火箭或炸药的 这种鸳鸯镇 它既包括这种冷兵器 也包括火器 而且呢 它是以分队 作为自己鸳鸯镇的基础 所以在南方那种狭窄 不便展开的水网稻田地带 对于倭寇来讲呢 能给予他们沉重的打击 由于南方多水则胡躺 不便持足 以步兵阵法操作的鸳鸯镇 在江浙一带可谓如鱼得水 在对沃寇作战中屡见齐功 此外 齐济光还特别注重军事武器和军事技术的更新与发展 在战舰 火器和兵械上精益求精 由此 应用善战的齐家军更是如虎添翼 令沃寇闻风丧丹 鸳鸯镇呢 是根据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形进行设置的 在开阔的地形上 就采取大的鸳鸯镇 来对付比较强大的敌人 而在地形狭小的这种战场上 只能采用比较小的这种鸳鸯镇 鸳鸯镇的一个特点 是小队中配备了火器 事实上 火器从发明到在军队成为重要角色 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最初 火器还是普通的配角 直到以射击和轰炸为主的火器 开始成规模的使用时 人类战争一个新的时代 才开始了 在宋元明时期 甚至到了清朝的中期 中国在军事上 还是一个以冷兵器为主 以火器为辅的时代 然而在西方 火器在战争中的运用全日以频繁 技术也愈加进步 火器的影响越来越大 已经逐渐动摇了数千年来 人类军阵进攻防守的高度密集型格局 随着人类进入火器时代 尤其是进入机械化战争以后 越来越大的炮火杀伤力 迫使人们重新思考 现代战争中如何实施新的排兵补阵 新的军阵也样运而生 兵阵从一定意义上来讲 就是指一种作战队性 这种作战队性对战争是有一定影响的 但它并不完全决定战争的胜负 应该说无论古代战争也好 近现代战争也好 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有其他许多 还有其他许多非常重要的因素 你比如说统帅的运筹帷幄 你比如说士兵的士气高昂 你比如说士兵的战术熟练 你比如说战法的运用得当 比如说武器装备的合理配备 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战争的胜负 但是应该说假如我们对作战队性的运用得当 运用得好 会使战争的胜利更有把握 时代在发展 人类在进步 而战争也不可避免的更加残酷 火器与机械化设施的大量投入 改变了战争的外在形式 使战争对胜利的追求永远不会改变 冰镇这种作战队性啊 其实在现代战争中呢 仍然有它的影子存在 你比如说现代战争中 这个重队的这个队形 现代战争中 你比如说一次世界大战 二次世界大战中 这种飞机飞行的时候 形成的这种掌机和撩机的关系 甚至形成的三级编队五级编队 甚至更大的这个编队 这种相互关系 再如你比如说海军作战的时候呢 它形成这种姊妹舰的编队 在这个坦克与步兵作战的时候 坦克作为一种掩护步兵进攻的力气 它起到了一个队形牵引的作用 也起到了一个盾牌的作用 坦克和步兵的配合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也可以被称为一个小的阵 十字节 即便我们看到现代战争中 样式全新的排兵不振 仍会感觉到一些似曾相识 甚至还与古代的军阵一脉相成 一去同工也罢 一脉相成也罢 历史从过去一步步走来 它前进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歇